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纵然老人隶属于某个小市里 也难免会有人知道使劲的所在而选择去告密 半个多月的时间 使劲藏匿起来未敢出去 期间也有女真人的管事在外头搜查 待到半个多月之后的一天 老人已经出去上宫 忽然有人闯进来 使劲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 便要动手 那人却显然知道使劲的来历 我救了你 出问题了 快跟我走 使劲跟着那人窜出棚屋区 这才躲过了一次大的搜查 就他的那人年纪不大 戴着个表情僵硬的面具 看行动的方式 像是活跃于大同底层的侠客形象 出了这蓬吾区 那人又给使劲支点了躲避的方向 随后大致地向他说明了一些情况 无期买中风 导致的大便已经出现 宗府宗必调兵 已成事实 清国境内局势转景 大战在即 说到最后 俨然有 你要杀宗汉赶快去的意思 使劲得他指点 又想起另一个给他指点过躲藏之地的女人 开口说起那天的事 在使劲想来 那天被女真人围过来 很可能是因为那女人告的命 因此向对方稍作求证 对方便也点头 经过这种地方 汉人想要过点好日子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壮士 既然你看清了那贱人的嘴脸 就该知道这里没有什么温情可说 贱人狗贼 下次一并杀过去就是 这人言语之中 胸利偏激 但使劲想想也就能够理解 在这种地方与女真人作对的 没有这种凶狠和偏激 反倒奇怪了 他依照对方的说法在附近藏匿起来 但毕竟此时伤势已尽全愈 以他的身手 天下也没几个人能够刷得住他 使劲心中隐隐觉得 刺杀张汉两次未死 就算是上天的眷顾 估计第三次也是要死的了 他先前义无反顾 此时心中稍稍多了些想法 就算要死也该更谨慎些了 便就此在大同附近观察和打听起消息了 四五月间气温渐渐升高 大同附近的状况眼看着紧张起来 使劲抽了个空档去找那个老人 闲聊之中对方的小组织似乎也察觉到了大事的变化 似乎联络上了武朝的探子 想要做些什么大事 这番闲谈中却有另外一个信息令他恶然伴上 那位武秋和姑娘因为出面救你 被女真的骨神完颜吸引 一剑劈死了 哎呀 这些年来 五姑娘她们 私下里救了很多人 她们不该死的 也死了 在这等地狱般的生活里 人们对于生死已经变得麻木 纵然说起这种事情 也并无太多动容之色 诗境连连询问 才知道对方是被跟踪 而并非是出卖了他 他回到藏身之所 过了两日 那戴面具的男子再来 便被他单手制住 言辞贺问 对方武艺不高 却是笑得讽刺 为什么骗你 告诉你有什么用 你是来杀詹涵的 刺客直到一往无前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对你有好处 两次自杀不成 女真人找不到你 就把汉人拖出来杀了三百人 自家里杀了更多 他们残忍 你就不刺杀詹涵了 我把真相说给你听干什么 乱你的心智 你们这些大侠 最喜欢胡思乱想 还不如让你觉得 天下都是坏人 更简简单单 反正姓武的女人已经死了 她不会怪你的 你快去给她报仇吧 我想了想 这样的刺杀 终究没有结果 你想要什么结果 一个人杀了詹涵 然后再去杀乌鸡满 拯救天下 你一个汉人 刺杀詹涵两次 再去杀第三次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说起来 是汉人心里的那口气没散 女真人要杀人 杀就杀 他们一开始随意杀的那段时间 你还没见过 使劲看着她 那你们又在做什么 做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 对方说得一通 情绪也放缓下来 两人走过树林 往鹏屋区那边 远远看过去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真有什么事情 是你做了 就能救这个天下的 谁都做不到 武秋和那个女人 就想着 私底下买一个两个人 回到南边 要打仗了 这样那样的人 想要给宗汉捣乱的 想要炸掉大造院的 收留你的那个老头 他们指着搞一次大暴乱 然后一块逃到南边去 指不定五朝的戏作 怎么骗的他们 可是也都没错 能做点事情 比不做好 你来这里 杀詹翰两次了 摆明是想不开 那也无所谓 你去杀你的詹翰 我做我的事情 进人事 听天命 说不定 你真就把他给杀了 你心里有恨 那就继续恨下去 对方也真是在北地打混的汉人 自暴自弃的一塌糊涂 使劲的心中反倒稍稍信任起这人来 此后他与对方又有过两次的接触 从对方的口中 那位老人的口中 使劲也逐渐的得知了更多的消息 老人这边似乎是受到了五朝探子的煽动 正要准备一场大的启事 其余各方地下势力 大都已经蠢蠢欲动起来 这中间对真恨 对古神 对大造院 对军队动心思的人都不少 而此时的中原 似乎也有着许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如刘豫的反正 如五朝做好了迎战女真的准备 至于那位戴面具的年轻人 一番了解之后 使劲大概猜到了他的身份 便是大同附近外号小丑的被通缉者 这人武艺不高 名声也比不上多数榜上有名的金国乱匪 但至少在使劲看来 对方的确有着不少本领和手段 只是性情偏激 神出鬼没的 使劲也不太猜得到对方的心思 仗就要打起来 武朝的这帮家伙 指着这些汉人奴隶 来一次大暴动 给金国添乱 实在是一点志气都没有 那个老头子 他们未尝心里想不到这些 不过 横竖也是生不如死 就算会死很多人 也许能跑几个呢 跑几个 算几个 我呀 我想对大造院动手啊 大造院里的工匠 多半是汉人 娘的 如果能一下子全都炸死了 完颜辛也是真的要哭 听对方这样说 使劲挣起目光 你 他们毕竟也都是汉人 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你 使劲呈诸同一波 内心之中算得上一身正气 听了这话 猛的出声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小丑也看着他 眼中没有笨点波动 是啊 杀了我 你 你不该这样 总有 总有其他办法的 你自杀詹翰 我没有对你这手花脚 你也少对我这手花脚 要不然杀了我 要不然 我才是你的前辈 坚果这片地方 你懂什么 为了救你 现在满都达鲁整天在查我 我才是无望之灾 他嘟嘟囔囔 使劲终究也没能下手 听说那满都达鲁的名字 说道 了不起我找个时间杀了他 心中却知道 如果要杀满都达鲁 终究是浪费了一次行事的机会 要出手 终究还是得杀更加有价值的目标才得 时间渐渐的过去 暗地里的气氛中也一天天的更加紧张了 天气愈发闷热起来 然后在六月下旬的那天 一场大的暴乱终于爆发 那一天使劲目睹和参与了那一场巨大的失败 暴乱的突然爆发 是在六月二十一的晚上 叛逃与厮杀在城内城外响起来 有人点起了大蚁 在大同城内的汉人侠使 却往了大造院的方向 引起了一阵阵的骚度 由于整个情报系统的脱节 使劲并没有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但在这之前 他便已经有了绝顶 一旦释发 他将会开始第三次的刺伤 这一次的目标并不是完颜宗汉 而是相对来说可能更加简单 在女真内部 或许也更加举足轻重的智能 完颜西影 使劲冲进了古神的府中 寻找完颜西影的下路 还没有抵达那边 大造院的那头 已经传来了昂扬的号角 锣鼓声 从这段时间内观察的结果来看 这一次在大同内外暴乱的众人 落入了宗汉 西影等人守株待兔的预备之中 一场屠杀和追逃正在展开 使劲想起小丑所说的话 也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参与了进去 但是直到他悄悄地进入了古神的府邸 大造院那边至少燃起了火焰 看起来破坏的范围却并不大 整个城市骚乱严重 使劲在古神的府中稍稍观察了一下 便知对方此时不在 他想要找个地方暗中躲藏起来 带对方回家抱起一击 随后却还是被女真的高手 察觉到了出丝马迹 一番交手和追逃后 使劲撞入了古神府中的一间房里 看见了放进对面陈列者的东西 诺大的房间 摆放和收藏着的 是完颜西影 这一生大大小小战役中收藏的战礼品 一杆浑厚古捉的长枪 被摆在了前方 看到它 使劲依稀之间 像是看到了十余年前的月光 那是周同的长枪 江湖上的名字是 苍龙福 它横跨十余年的光阴 静静地来到了使劲的面前 陡然发动的乌合之众们 敌不过完颜西影的有心不止 这个业力 暴动逐渐转化为一面倒的屠杀 在女真的政权历史上 这样的镇压其实远非一次两次 只是近两年才渐渐烧起来而已 使劲背负长枪 一路厮杀奔逃 经过城外的奴隶遥使 军队已经将那里包围了 火焰燃烧起来 血腥气弥漫 这样的混乱里 使劲也终于摆脱了追杀的敌人 他试图进去寻找那曾收留他的老者 但终究没能找到 如此一路折往更加偏僻的山中 雷到了他暂时隐居的小茅屋时 前头已经有人过来了 那是半身染血的小丑 过来没能找到使劲 敲了敲周围 然后找了一块石头瘫倒下去 使劲走出去 那小丑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情拜托你 你没炸掉大造院 使劲说了一句 然后看看周围 后头有没有人跟 本来就没打算炸 大造院每天都在开工 今天炸掉一堆军资 对女侦大军来说 就能算得了什么 什么事情 由于政权偷称武朝 会唤醒中原最后一批 不甘心的人起来抵抗 但是伟齐和金国 毕竟掌控了中原近十年 死心的人和不甘心的人 一样多 去年 田虎政权事变 新上位的田石 楼树丸等人 联手王俱云 是打算反抗金国的 但是这中间 当然有很多人 会在金国南下的第一时间 向女真人投掌 小丑伸手进怀中 掏出一份东西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这一续 第八百三十二集 大人 小丑优雅 长云一字花半绣 沾一汗泪 追柴头 连寻散叶安波愁 花子飘零水子流 烈火尽情藏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巨五八雅居 那有繁华美酒的黄 揭穿阴雨的天空 别颤抖 听那树下的战红 唯有银枪摆马 可破开着千秋的悲梦 江山离开